嗚嗚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院長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在加拿大網購平台退貨的故事 事情是這樣 在這個黑屋的時候 就是買了一台Dale的螢幕 那一台Dale的螢幕有27寸是蠻大一台的 而且重點是超級便宜 只要120塊加幣 那我有做一個小小的開箱 開箱的部分可以到這個TiCo這邊去看 那我先把這個前景提要先來講完一下 但是呢在搭配我這個Mac電腦的時候 出現一個解析度才低的問題 那關於這個問題呢 我有一個詳細的解釋 不過呢也是在這邊給大家去看一下 所以呢我就決定要說那我還是退貨好了 不要這個忍著自己用 畢竟你買東西還是要有適合自己的事比較好 所以呢我們就決定要退貨了 那不得不說這個加拿大這邊 如果是一個大型的購物網站 這個退貨的機制也是相當完完善的 不像我們之前買的小新網站的購物經驗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只要到Dale電腦的網站上去按一按 然後而且自己列印一下 它那個有一個退貨的標籤 你就把它貼在那個箱子上面 然後你就把它拿到這個指定的那個收貨點 它就可以完成這個退貨的動作 那退款的部分呢 那Dale電腦會在他們收到你的退貨之後呢 也一併就退回到你的信用卡帳上 所以它這個流程的部分呢是相當的smoothie 所以我覺得算是很棒的值得學習 跟我們之前在一個小網站買這個相機鏡頭的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把這件事情來記錄下來齁 好啦接著大家來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Dale電腦的退貨全紀錄 Let's go 我們這黑屋買的Dale電腦27吋的螢幕 很大呢 我們現在來開箱來裝一下看看是不是好的齁 因為它這個有一個破康 運來的時候就會破康 不知道是不是好的齁 來 開始開箱 好啦 哇連裡面這都破康 波運公司弄到裡面的破康 不過還好它這個第一層的版面是一些配件 應該還好 好啦先看一下有什麼配件 這個是電源線 這邊有插頭可以用 這是HDMI線 這樣送一條 這個不知道什麼 應該是底座的關卡 應該也不是底座 不知道什麼 好 不管 這個是它的脖子 對就是脖子 脖子 支架 脖子 就是這樣 脖子 它就是底座 這個不知道什麼 不然 我這樣弄好 好啦這個 第一層 弄完了 來 第二層 第二層就是螢幕本體 這很大耶 這很大耶 這哪幾 這麼大 它這個是規格是27吋 它解析度是1080P 那這個我以前用的螢幕也是1080P 因為1080P就是可以算是高畫 但是我以前螢幕是24吋 所以說它這個27吋就是1080P 所以解析度一樣 但是螢幕尺寸變大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字 螢幕上的中文字 或是什麼字 會變比較大 對我們這個上年紀的人 這個字大一點是很重要 好我們先 是不是現在先弄脖子啊 先弄脖子 好啦我們來組裝一下它的脖子 我們發現一下剛剛 講說不知道這片是什麼東西 那這片其實就是說 後面這邊 過來看一下 後面它這邊有一個這個 VESA 就是說你可以把螢幕鎖在另外的支架上 它這是一個標準 VESA標準 但是你如果不鎖的話 它這樣很醜嘛 所以它就送你一個蓋子 可以把它跟起來 這樣 對 沒有蓋好了 蓋好了 然後之後要開就從這邊看 好 脖子 脖子的地方齁 脖子的地方齁 我們把它 裝進來 我們在這個箱子裡面進去比較安全 不然 拿到外面可能 桌子上你可能有一些東西刮傷了 就不好 刮傷了 指甲 指甲長這樣 這樣 這樣 這個 好像不能 不能這樣子 不可調角度 對 不可調角度 我還是看一下說明書好了 不要亂弄弄壞掉 你可能把那個東西說撕破 這不是撕破 那個打開箱子聲跟在一起破了好不好 這是我撕破了 它要先組裝下盤 下盤 下盤它就 這個比較圓弧的 就不會插錯 防呆設計 防呆設計 欸 很難喔 上面就好 上面就好 那要怎麼弄啊 喔它要一個斜的角度 斜的角度 斜的角度 不是啊 斜的角度 它叫我躺著弄 正常翻它 正常翻它 這邊有一個縫喔 就是開蓋子 就是這樣 就叫我這樣子擦 這樣擦就可以了 可是看它沒開的話 這樣擦 弄高一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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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吹過來 弄高 欸 欸 喔唷 一下就進去了 要往上卡嗎 這個會有咔咔聲嗎 欸 這樣 要快快弄斷了啦 沒有啊 它是可以這樣 好像沒有 但是 要剪得進去嗎 欸 喔呀 真是 喔 太久沒煮電了 以前煮電很熟練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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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太久沒煮 現在都買筆電了 其實 很久沒煮 好 好啦 螢幕來了 掃描信號 有人嗎 耶 好大喔 拖一個 拖一個 它變成 延伸桌面 拖一個 哇 很像外面展示的 哇 好沾喔 欸 字邊很大耶 好舒服喔 你買太大的螢幕了 27寸 OK的啦 好啦我們來測試結果 成功 它成功點亮螢幕齁 那 這個解析度應該就是正確的解析度 欸那不播 播 播影片 播我們的影片嗎 開一個視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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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小的影片 差看不到 想要看什麼的影片 我看一下蔡師傅什麼 黑虎拍什麼 廣告也太大了吧 那個跟電視一樣大 27寸 那你眼睛就不用拍那個 欸它是不是有那個 Speaker 對 是不是有Speaker 沒有捏 它這好像沒有Speaker 不然的話 它應該是可以 大螢幕看自己的臉 有害羞 有害羞 害羞 害羞是旁邊那個內音害羞 好 大概就這樣 就是 先暫停 好 把它一張畫 對 它裡面這個解析度 應該也是OK Dial Dial SE2722H 好 大概就這樣 這個是108MP的解析度 它算是一個比較CP值高的產品 117塊 加稅130左右 然後搭配那個樂天回饋 回饋18塊 如果還沒有樂天回饋的話 可以用我的這個帳號來註冊 可以獲得 可以獲得 好像30塊吧 30塊加幣 不錯喔 好就是這樣 好 這是我們的Dial的螢幕 27寸螢幕 可是呢 要幫它去退貨了 為什麼要退貨呢 因為這個27寸螢幕 解析度 解析度是 1920x1080 是Full HD的 算是不錯啦 但是呢 你要接在這個 Mac上面 你這個解析度喔 因為Mac它的設定是 都是 High DPI的解析度 所以它這個解析度 如果你現在是1920的 如果它現在是1920x1080 那如果你開High DPI解析度 就只剩下960x540 960x540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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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Google Google 都沒有辦法 還要左右移動 因為這個High DPI 就是可以讓你的自信 顯示的更漂亮 但是呢 缺點就是說 它就是把四個像素 長度跟寬度 各除以2 所以你1920 你這個1920x1080 除以2下來 只剩960x540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螢幕就 被曬了 被曬了 你要用這個 Google 還有左右滑動 因為Google 是以1280做設計的 所以這個27吋 如果你要在Mac上面接 達到一個 非常好的顯示效果 必須要買在2K的解析度 才行 至少要2K 因為2K除下來 它的寬度才會是1280 那剛剛是最好是可以買到4K 但是4K會比較貴一點 好啦 講那麼多 反正我就是要把它給退掉 然後再去換一個2K的螢幕 Let's go 我們來去換吧 到這個藥局 藥局就有貨運站可以丟 那這個藥局呢 是這個物流公司 配合的取貨收貨點 那我們就把這個包裹放在這邊 藥局老闆掃個條碼 就會完成記憶件的手續 接著呢就是等待包裹送回Dale 就完成了退貨的流程